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分性别 不分国籍 都可以接受为党员 成为我们的同志 因此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出现过印度 奥地利等国的外籍党员 如您所说的美国人马海德是在1937年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后来也成为第一个获得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那您提到的国际著名记者艾波斯塔稍有不同 他出生于波澜 1933年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 他努力向世界报道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 为中国抗战事业赢得世界人民支持和援助 做出积极贡献 1957年他加入了中国国籍 并于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此 他并不属于外籍党员 由于外籍党员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中共领导人也非常重视外籍人士的入党事宜 例如1942年 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入党 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新思军军长陈毅 中国共产党吸收外籍党员的政策后来又有了哪些变化呢 让我们请专家解答一下 中国共产党早期吸收外籍党员的有关规定 主要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后来 随着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 对入党资格的规定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1949年上半年 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专门规定 外籍人士入党必须报中央批准 到了1956年中共八大使 第一次规定了只有中国公民才有入党资格 此后的党状中 在党员的国籍问题上都明确了要求 即拥有中国国籍 是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前置条件之一 在现行的中国共产党党章里 对入党资格的表述为 年满18岁的中国工人 农民 薰人 知识分子 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 承认党的刚领和章程 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 并在其中积极工作 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 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根据党章的这些规定 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发展外籍党员了 所有的中共党员都首先是中国公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